CAMMAN RIDER REWISE YO!我是YT 上集跟大家玩完這個CAMMAN RIDER REWISE SH FIGURES的FIGURE之後 今集就到我手上這一盒 沒錯,今集開的 當上集玩到REWISE 今集當然就玩這個 WISE 今集開的就是 SH FIGURES CAMMAN RIDER REWISE CAMMAN RIDER WISE REX FOR MOON FIGURE 開的這一隻 可以說今年的CAMMAN RIDER 作品系列裡面 人氣都比較高的角色 就是這個WISE 我們的惡魔WISE 一個相當的人氣高 以及相當跳皮的角色 再加上 有木村卯 做一個配音的加持 木村卯是誰呢? 上一集 都給大家看了那張照片 就是配這個多拉夢 裡面伴虎的那個 聲優 木村卯 所以這次配這個 WISE 就是配得相當之調皮 亦都相當之吵 如果大家想知道有多吵 就看回REWISE 這套作品 那WISE登場的那些 雜數或者那些對白 究竟有多吵 好了 看看看看 今次WISE 主要來說 就以黑色和粉紅色為主 比起REWISE來說 可能色彩方面 就不太豐富 基本上是黑色為主 黑色和配搭少少粉紅色的甲 那個顏色主調 相比REWISE來說 粉紅色配金屬藍 這個顏色配襯 這次WISE這個角色 或者以皮肚的顏色來說 就較為沉實一點 再加上 始終這隻是惡魔 不能太豐富色彩 感覺上就沒有那種惡魔的霸氣 看一看 這次 其實 如果大家上一集有留意到 這個盒的話 其實應該知道 REWISE和VICE 這隻的模型 但是同一個月 同一個時候 就出了兩個角色 接下來 22年的6月 今年的6月 將會推出 這個 LEBRU 這個 KARMAN LIDAR LEBRU 的兩個形狀 包括蝙蝠 和這個 狐狼的形狀 兩個形狀 又是同一個時間推出的 嘩 這次BANDAI也真是厲害 真是 擺明搶錢 你想想 同一個時間推出兩隻figure 真的 要再看看 要看一看 LEBRU這個character 這個LIDAR 那兩隻 在HSXF的時候 究竟那個 價錢有多少錢呢 因為始終 現在的售價 應該有上網 沒有看的 但這個真的要查一下 查一下才知道 我想應該都不便宜 我想它現在 算是便宜的 2-300元 我想它 LEBRU這個 開始 應該都 4-500元 就不掉了 一隻figure 我之後 應該去回正常價 好了 都不說太多了 這次 我沒有想過 這次的figure 其實我只看 合璧顏色 是相當之漂亮 也是 相當之吸引 再加上 今次 WISE這隻 就有 這個 武器 以及有多個Bistamble 在裡面 究竟裡面有什麼材料呢 不說太多了 開盒 OK 開了盒 讓大家看一看 只看一看膠索 又是 跟上次 Rewind的一樣 都有膠索套 然後 兩把武器 包括 斧頭和 然後 還有這個 Bistamble 這個 應該是 鯊魚的 Bistamble OK 一開就整個 Bistamble跳出來 這個 Bistamble 都... 逐件 逐件開來看看 先看了 Bistamble 非常小的 Bistamble 但是 多了這個 Bistamble 令到 Rewind 可以多一個 Bistamble 去替換 多一個造型 去玩 這個都不錯 這個 Bistamble 其實 看清楚一點 其實上次 沒有給大家看清楚 Rest Bistamble 這次是非常清晰的 它的仔細度 做得很美 Bistamble 好了 然後 先看看武器 首先 看一看這把 這把 斧頭的武器 這個斧頭 其實 老實說 這把 東西 其實如果認真一點看 除了 看到斧頭 它 斧頭的形態的時候 看到這個位置 是粗了之外 其實 分別真的不大 你可以當 其實可以拿著這把 東西當斧頭用到 可以 撈亂用都沒有問題 其實影響不是很大 但是 其實 其實影響真的不大 也看到有Rewise的 Logo標誌 在那個 窗頭位 上色都上得很足 非常之美 非常吸引 好了 然後我拿出來 我們今集的本體 沒錯 就是我們的WISE 大家好 我是Reverse 我是WISE 這個相當之有趣 也是相當之吵 一個很吵的character OK 一開球才拔一拔 又是了 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 又是了 拔一拔那個 Figure 那些膠套 這個又是要拔走的一個部分 又是要花工序 又是怕弄爛 OK 好了 那 先看看Figure 真的 這次的上色是做得很美 很正 當然 Rewise WISE 這個角色 其實 這個造型 變成拉打的時候 它的造型 其實是 它多一條頸巾圍 這個位置 這個頸巾位置 就用軟膠質地去做 OK 然後 尾部 尾部的動作很棒 對 超級過癮 尾部的動作 但小心 尾部可能有很多機會 但尾部又是軟膠質地 非常不錯 然後 手 認真說 這次 其實它這個Figure 那隻手 那個關節動作 比起Rewise 是多些 它可以做到的關節動作 是正常的 比起Rewise 是多些 而且 幅度是大些 真的 那個關節幅度 大很多 也 腰的咬香 都幾大 不錯 不錯 幾大 然後 就是腳 腳腳的幅度 都可以咬到 即是咬到要咬的位置 這次來說 其實它那個 幅度大 而且 它因為 不像上次Rewise 有金屬色 所以 其實就不用怕刮花 整個感覺就不錯 這隻腳 不過 這隻腳也有那個 上的關節 都OK 不過大家留意這件事 就是 腳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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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頂頂的位置 腳趾位置 有些 有些 尖頭的東西 大家玩的時候 小心一點 小心 慘到啦 好了 相色方面 其實Rewise 這隻 上的粉紅色 是相當鮮色的 黑色 也做得不錯 要印刷的位置 都印得非常漂亮 是不錯的 眼睛方面 複眼都做到 非常漂亮的 複眼的常色 OK 好啦 其實這次 這個 RWISE 這個模型 大家看到 動作是幾位生鬼 還有 很多不同的動作 可以玩 另外 看了 這次 有四套的手 讓大家去替換 多了不同的玩法 加上武器 其實這次 都相當值得 我看外面 差不多三百多元 一盒 如果計算 價錢 一套 就 六百五 六百二至六百五 真的相當值得 玩 OK 這次 這隻 我不計算Rewise 因為 如果你想還原所有情境 真的有Rewise 會更加好玩 很多 有一些 像這些武器 放在Rewise 其實是相當之重要的 我覺得 這隻 真的要一套玩 不可以說 單一個玩 就算單一個玩 可能 RWISE 那個玩法 會多樣化一點 始終動作多一點 亦誇張一點 大家是不是看得到 看得到 玩法非常之厲害 非常之過癮 好啦 今集 跟大家玩這個 Carmen Lite RWISE XH FIGURES 玩到這裡 最後 跟上集一樣 我們都會 再追加一些 RWISE 和Rewise 兩個FIGURES 同場的 擺位 讓大家看看 好啦 今集 跟大家玩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SAYO NADA MINA S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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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我的個人IG 也正式開通了 大家記得 FOLLOW我的個人IG 可以看到我的生活點滴 好啦 我們下集再見 CIAO